大家晚安 今天全球现场我们先带你来关注了 就是美国的天纳西州的首府纳许维尔的一所私利的基督教小学 在今天发生了枪击案 目前知道导致有三名九岁的孩童还有三名成人死亡 现在根据警方的表示呢 枪手是一名校友 他曾经就读该校28岁的女子 犯的动机疑似就是出于怨恨 警察刚刚发现了一照片 好 这件事情画面可以看到 枪手名叫奥黛利黑尔 当时他是以子弹连续射穿玻璃门取代 是用手把门推开 这画面看来令人相当的不舒服 好 警方获报之后呢 大约在15分钟之内就赶到现场跟枪手搏火 枪手遭到警方开枪之后 立刻就被击毙了 好 我们说呢 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 到底为什么说是又呢 因为其实今年三月都还没过完 但是你知道吗 美国至今已经发生了129起的大规模的枪击案 好 所谓的重大枪击案的定义就是 除了枪手以外 有4个人或者是以上 4人以上死亡或是受伤的枪击事件的话 就被定义成是重大枪击案 所以也代表说这样换算下来 平均每一天在美国就有一起重大枪击案的发生 今天的这起枪击案呢 当然大家都蛮意外的 因为它的地点是在很保守的中西部田纳西州这边 这一名枪手事后呢 也被证实说它是一名跨性别枪手 当时它是使用这个杀伤力非常强的AK-47步枪 还闯进去是小学来作案哦 好 警方后来找到这个犯案宣言就表示呢 其实早就有预谋了 因为他说当时小学的时候 他在当地念书就很不开心 所以呢预谋很久现在才犯案 那枪击案目前知道有六个人死亡 其中三名是无辜的孩童 事件发生当下 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呢 其实很多小朋友真的都吓坏了 家长们第一时间交到电话 赶到现场把小朋友给带回家 那事件发生之后 白宫下令降半期来治安 那拜登呢先来再度呼吁国会要来进行枪管 可是当地的目击者就很气愤表示说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然后事情发生之后 官员们的说辞都一样都说好 现在呢呼吁国会要进行枪管 现在要讨论枪管 但是到底有没有再进行改革呢 不知道 好这个目击者他也说呢 应该真的是要彻底杜绝枪指暴力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呢 当天他也谴责这件事情 说是令人心碎 不过在谈及这个枪击案之前 他居然先开玩笑 这个感觉上真的是蛮不得体的 他居然先说自己最爱吃的是冰淇淋 一起来看当时的状况 好你看看这个画面呢 其实拜登当时他是在白宫这边 他是参加一场在白宫举行的 女性企业家的峰会 可是呢就被记者问到枪击案的时候 在谈及这么严肃的事件 他开场白居然谈到说 自己很喜欢吃冰淇淋 好多媒体都好傻眼批评拜登的行为 真的是非常的怪异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 美中现在竞争很激烈 互相也在人权的议题上头过招 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今天就发布了2022年的 美国侵犯人权的报告 内容细数美国侵犯人权的真相 更是批评美国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包括了枪支泛滥还有警察暴力 报告称2022年是美国人权状况 标志性倒退的一年 自诩人权卫视的美国 金钱政治 种族歧视 枪支泛滥 警察暴力 贫富分化等顾及难除 人权立法 司法大开历史倒车 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被进一步架空 博欧亚洲论坛2023年的年会 今天开始直到31号在海南这边举行 多国元首都与会 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还有大马总理安华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 都会参加 另外在经济的部分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头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表示他很享受跟中国大陆的共生关系 27号也跟大陆的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来会面 王文涛就表示愿意替 包括苹果在内的外资企业 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27号与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面 讨论聚焦苹果供应链 王文涛强调 愿意替包含苹果在内的外资企业 提供更好的环境 而库克稍早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表示30多年来 苹果与大陆关系密切 并享受这样的共生关系 而对于经济前景 担任世界银行营运总经理 也是荷兰经济学家的 托森伯格这么说 至于沙特阿美执行长也在论坛当中提到 与大陆的进一步合作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前脚刚走 博欧亚洲论坛紧接着在28号揭开序幕 本资年会的主题为 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 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2000名嘉宾参加 一连四天直到本月31号 布置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在论坛上发表演说 国外大咖也将功奉其胜 应李强总理邀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马来西亚总理安娃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将结合出席年会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不光如此 西非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理爱奇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瓦 也都将亲自出席年会 记得联韩综合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条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